昔日影后李冰冰在节目中大吐苦水 哭诉自己两年没戏可拍 有着相同经历 同样身为中年女演员的姚晨 一句话道破娱乐圈怪象 流量当道的时代 荧幕被各种流量小花罢评 而反观演技成熟的中年女演员 却一度陷入无戏可拍的尴尬经济 明明到了一个演员最成熟的状态 但是却输在年龄上 有阻在失业边缘 究竟是什么限制了他们的发展 赵丽颖刘诗诗同样面临年龄危机 为何却偏约不断呢 在流量为王的时代 大众审美逐渐年轻化 娱乐圈的演员们 似乎也被自动划分为三个年龄层 新生代 中生代 老生代 而在这其中 新生代占据娱乐圈绝大一部分资源 留给中年以及老生代演员的资源 可谓是少之又少 而毋庸置疑的是 处于中间的中年演员 成为压力最大的一个群体 身为华语影视优秀的实力派演员 李冰冰曾在节目中大哭 称已经有两年没有戏拍了 希望导演可以多多看看中年女演员 其实准确的来讲 李冰冰已经连续四年没有金组拍戏 连续六年没有在内地主演电影 曾经的当红小画 在娱乐圈响当当的李冰冰 如今也会沦落到无戏可拍的地步 究竟是人到中年 已经成外的李冰冰 耍大牌对角色太过挑剔 还是真的遭遇中年危机 不再受到导演青睐 众所周知 演员这个职业 更多的是吃青春饭 等到了一定的年龄 戏路便会越来越窄 随着年龄的增长 很多演员开始转型 改做幕后导演之类的工作 名气稍微大一点 就开始走综艺的路线 而李冰冰所面临无戏可拍的局面 也在无意之间暴露一乐圈 几乎所有中年女性演员 都所处于的尴尬境地 一方面 结婚的女明星受到家庭等因素的影响 会选择沉寂一段时间 而等到回归之时 发现娱乐圈更新换代的速度 实在是太快 自己仿佛就处于这个圈子的边缘 曾经大女主的自己 如今高不成低不就 并且由于年龄局限 似乎只能沦为配角 为年轻的演员当妈 这样的落差难免令人失落 另一方面 中年女性演员虽然没有结婚 但由于年龄增长 失去所谓的少女感 也不太受到导演的青睐 戏路也是越来越窄 演员杨荣曾表示 自己不敢转型 被大家定义为中年演员 因为害怕会像喜欢的前辈一样 成为有名又漂亮 但没有戏演的人 言语之间透露着 无奈与心酸 但女演员不敢转型的背后 也使得她们过度的贪恋少女感 依旧选择与年龄不相符的少女剧本 可即使她们保养的再好 脸上多多少少 还是会有岁月的痕迹 而这也只会让自己 陷入一个非常尴尬的境地 正如张子怡主演上阳妇 饰演十五六岁青春的少女 遭遇全网群潮 不得不说 中年女演员所面临的境地 确实很尴尬 正如姚晨在节目中所说的 年龄即将四十的自己 虽然到了一个演员成熟的状态 但是市场上 适合她这个年龄段的戏 却是越来越少 明年我就四十了 按理说四十不惑 但我怎么觉得 自己的人生困惑 却越来越多了呢 明明到了一个演员 最成熟的状态 但市场上 适合我这个年龄段 演员的戏却越来越少 她的这句话 很真实地反映了 中年女演员面临的现状 有演技有实力 但她们大部分人 都处于一个被动状态 市场剧本题材 各种的局限性 使得她们常常远离一些 优秀作品 甚至一些作品 从创作之时 就直接把她们隔离在外 那这些中年女性演员 真的就没有市场了吗 其实不然 因为时代在发展 人们对于文娱的要求 也在发生变化 正如看惯了小鲜肉 人们更加偏向老戏骨 那么看厌了各种单纯卖萌 少女打怪升级的 玛丽苏剧后 令人眼前一亮的 是成熟独立的女性角色 山海琴中 热衣扎饰演的 命运多舛的水花 都挺好中 姚晨饰演的 独立坚强的苏明玉 都很受大家的欢迎 这也无疑证明了 整个市场在慢慢的改变 虽然与年轻女演员相比 中年女性演员 虽然失去了少女感 但是却多分成熟稳重 生活的经验 阅历的丰富 使得她们对于演戏 有更多的感悟 对角色的表达 会更加真实通透 这是她们的一个优势 赵丽莹产后光速复出 在对抗年龄危机时 她也在做转型 更多参与拍摄 家庭伦理现代剧 或者参加综艺 再加上她自身的资源 偏约相对而言 会比较多一点 而中年女性演员面临的困境 也在间接反映出 如今影视市场的一个弊端 无论拍摄什么题材的 电视剧或者电影 导演似乎更喜欢 使用年轻流量明星演员 比如在最近上映的 电影《1921》中 里面充斥着各种流量 当红小生 这样一个革命证据中 流量明星几乎罢评 这里面可能是由于题材的原因 需要年轻的演员 饰演先辈年轻时的模样 并且培养年轻演员 也无可厚非 但一些流量明星的演技 似乎撑不起角色的深度 再加上他们参加综艺 为自己设立了各种人设 使得一些观众 在观看时很难入戏 这也无疑使得这部电影 少了那么一点 光彩与厚重感 流量明星 或许可以为电影 带来好的票房 但也难免会引起争议 总之 年轻的演员 需要提升磨练演技 中年演员需要剧本角色 整个市场也需要 多元化更优秀的题材剧本 来迎合大众的需求 一部好的作品 需要多方面的努力 对此大家怎么看呢